衣服包色 鞋子包色 这些我是都听过啦 但知名底片相机品牌 小编你的这个包色玩笑 已经不只引起讨论 还引起论战了啦 超狂角底片相机出新色 但品牌小编拿政治实事来行销 前海机会董事长曾文灿 设谈500万交保 小编开玩笑用大口吃汉堡照片 家住姐说这500万应该可以包色 相行销但负面效果大过正面效益 我觉得不要有人身攻击的都还行吧 反正每个人立场反正就不一样 毕竟这个设计个人言论自由啦 还是觉得用自己名义会比较OK 原先有网友提醒小编还说 老哥冷静 放个汉堡 图个流量罢了 引起网友论战 有其他人挖出小编们 先前就到处在stress上留言互动 像是看到有人撞到满脸血的新闻 小编竟留言一带传奇是否就此远落 或是有穿这样的同事几点倒掰 小编则回 老早下班回家 行销专家就提醒 负面行销可能会失去支持者 以及产生纠纷 但新型平台确实部分受众 对负面话题更有兴趣 容易会发生所谓的纠纷的议题 大概会分成五种 第一种是所谓的一个性别议题 第二个是所谓的政治议题 第三个可能是社会事件 第四个是过度的嘲讽 第五个部分是所谓的一个人身攻击 警官品牌紧急发声明致歉 是员工的个人言论深感抱歉 但网络上还是被一心洗板 还有人怀疑会不会 其实是老板本人的留言 若是员工发表的不当言论 与公司无关 因而影响公司形象及商与 此时公司得对该员工 提起民事求偿 就这起小编玩笑开过头 妨碍名誉或是名誉受损 律师说难成立 但毕竟代表的是公司 不管是行销团队或是广告公司 允许各品牌间的小编互动 碰触敏感话题 还是得好好拿捏准则 TVBS的尹尔森林厉害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